不过在这一次后续的处理当中 复兴航空在死伤名单中倒了大乌龙 原本传出罹难的陈培化家属 在招完魂之后 接到电话才知道原来女儿还活着 陈培化是木座大师夜更状的外孙女 她目前还在三种急救当中 昏迷指数只有三 另外一方面国军也出动了C13栋 紧急将生还者后送回台湾 国军音疗转送坠机伤患 画面熟度不光 将生还者送上C13栋 第一批在中午前往高雄小港机场 随后送往医院 另一架则是在中午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空勤医疗主员以及航空医官 航空护理官一路招呼 国军协助生还者纷纷送医 而在现场的招魂仪式中 原来传出不幸罹难的陈培化 家属招完魂之后才发现 原来人还活着 正在澎湖三种家户病房救治 但是昏迷指数只有三 父母立刻前往探视 父亲航空死亡名单大乌龙 但最后一名未确认身份的生还者 终于找到家属 记者综合报道